女人假装跳江 不料发生意外 还好消防员及时把她拉住 双方就以这样一个诡异的姿势站在桥边 这时一阵调皮的风吹起女人的裙子 消防员下意识看了一眼 白色感 因为阵风吹过 这次消防员直接看得冷神 女人叫颜秀 是一名外科医生 消防员叫江医 因为一起医疗事故 颜秀需要找江医开医疗证明 否则就会被吊销执照 可双方立场却不同 江医认为患者家属没有做错 反而觉得这个医生斤斤计较 所以总是对她不理不睬 谁知因为这场意外 内心保守的颜秀爱上了江医 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颜秀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江医 甚至亮出了自己高超的化妆技术 结果反而被闺蜜跑一顿嘲笑 但她还是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主动找江医表白 面对美女的追求 江医不为所动 还粗鲁地拒绝了她 不过颜秀并没有放弃 像她这种恋爱脑 一旦遇上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就会不择手段 于是她来到江医的消防部队 做义工 在表彰大会上 她拼命向江医按送秋波 江医快要被这个疯女人逼疯了 在做义工期间 颜秀只要有时间 就粘在江医身后 在她的捣鼓下 队长马叔给大家搞了一个欢迎派对 江医看着颜秀不怀好意 就说自己累了 要回家睡觉 在队长的铁拳下 江医只好屈服 哪吒颜秀又凑到她的身边 这就让不见女色的江医 十分反感 即便颜秀大胆地说出 自己的想法 但江医对她还是不感兴趣 聚餐结束 但所有人都离开 颜秀邀请江医再去喝几杯 江医当然果断拒绝 这次颜秀也生气了 怒气冲冲 扭头离开 刚走了几步 她就突然倒地昏迷不醒 江医吓坏了 赶紧背着她去医院 路上 颜秀慢慢苏醒 说自己是因为焦虑 引发的低血压晕厥 江医才不见颜秀的鬼话 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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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颜秀的套路下 江医只好陪她去喝酒 结果颜秀没怎么样 江医倒是喝得烂醉 第二天 颜秀蹭上江医的车 她看到前边挂着一张照片 可江医却不让她碰 照片上是个漂亮女人 也是江医男产去世的王妻 颜秀这才知道 江医为何对自己近而远之 为了让江医打开心结 她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她八岁时母亲就去世了 一开始她也很难过 不过现在她已经学会了放手 江医很感动 可下一秒 但颜秀并没有放弃 第二天又给江医带来了爱心早餐 可江医看到没看 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不过颜秀早有准备 竟然又拿出一盒 江医刚准备倒掉 后来再一次冷冻仓库的救援行动中 颜秀的血压再次发作 落在了最后面 大家撤退的时候 江医突然发现颜秀没有跟上来 就回去找她 结果却发现颜秀晕倒在地 她抱起颜秀准备出去 仓库又突然发生助长 大门关闭 还开始急速降温 江医打开手机 发现根本没有信号 这时颜秀缓缓醒来 她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确实很浪漫 但不是任何人都能拥有 不过现在有机会了 有想谈恋爱的兄弟吗 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 满足你要求 还对你心动的女生 去牵手啊 不怕提要求 要求越多 帮你找的越准 找对象就用牵手 程度越来越低 她只好拉着江医一起做运动 可随着仓库越来越冷 两人还是没有了活力 只好坐下来互相挤着取暖 颜秀用最后的力气说 你喜欢这样子 好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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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又是严秀的泡路 他终于听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可实在太冷了 严秀还是晕了过去 姜依非常着急 只好把两人的衣服脱掉 用体温帮他取暖 不知过了多久 老马发现两人不见了 才连忙带队把他们救了回去 经过这件事 姜依终于不再对严秀冷言冷语 严秀也照样黏在他身边 姜依受伤了 严秀就细心的给他贴上窗壳贴 严秀晕倒了 姜依就会抱他去医院 他们开车去海边 一起在沙滩漫步 一起吃美味大餐 一起在星空下聊天 聊到过去时 姜依终于出现幻觉 看着他痛苦的样子 严秀明白 他一定很爱自己的王妻 第二天醒来 严秀突然说 这下两人算是彻底确定的关系 经常溺在一起 接下来的日子 他们经常一起出任务 每当有危险 姜依总会冲在最前面 每当有遇难者需要救援 严秀总会凭借医术 救患者和命 两人配合无间 关系极具升温 最终 将一走出了王妻的阴影 严秀也终于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虽然在追求的过程中 他屡屡隐蔽 但却始终没有放弃 最后 也祝天下所有有情人 忠诚眷属 收获你们 想要的爱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